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OK 精彩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曲坤 其实这一次的新歌制作的周期蛮长的 因为所有的MV也好啊 编舞也好 其实我花了大量的心思 包括这一次的舞蹈 其实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因为这一次的舞蹈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舞群 我觉得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排练和准备上 其实一直在尝试 我觉得对音乐还蛮乐于去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去尝试新的东西的人 我感觉自己有那种执着 没办法不管 如果就是完全不管的话 我感觉就是很不安心吧 自己参与也自己安全感 DJ其实对我来说 我自己是一直把它当成一种学习 一种爱好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非常新的体验 我也通过做DJ这件事情 结交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的好朋友 优秀的DJ朋友 那我觉得从他们身上 我就学到了非常多的 包括音乐制作啊 包括大家一起聊音乐的时候 聊聊审美 聊聊曲风 聊聊歌词的喜好 作为歌手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直以来保持着初心 一直以来就是坚持着对舞台的那一分认真吧 我觉得 我觉得压力都会有耶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压力 那每个人我觉得 谁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上都会有压力吧 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啊 比方说跟朋友聊天 看电影啊 听听歌 或者出去跑跑步运动一下 我不是一个静直播 出门可能五分钟就出了 然后人家都说 哎 怎么 跟我想象之后不太一样 就是 大家以为我会导食的很精致的那种 其实我还蛮操的 但当然我比方说像一些机场啊什么 有时间 有心情的 有准备的时间条件下 我一般会给自己搭配一下 那我觉得像工作需求的话 面膜是要浮的 失眠的时候不能听歌 听歌更失眠 我只要一听歌 我就进入一种工作状态 我就开始分析很多东西 我就是一种职业本能 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跟其他人身为不一样的点 那怎么样去把握这个点 在什么样的时机去合适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喜好是天生的 或者说因为他的经历 因为他的各种性格也好啊 都会有不同的喜好 那不一定跟大众所有人的喜好是一样的 我觉得坚持自己的喜欢 那同时也要去理解大家的喜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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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